全球貨櫃航運景氣持續低迷 日前宣布配發現金 鼓勵七十元的長榮 填席之路也不太好走 十五號開始 股價從高點一百七十九點五元 一路溜滑梯 下跌到一百五十九點五元 不少原本看好高股息行情的投資人 進場追高也全都慘遭套牢 二十二號更爆出有買家 違約交割金額高達三千九百八十五萬 海運事況前景不明 陽明在法說會上也坦言 今年運價 運量都面臨壓力 和過去比起來簽約速度也比較慢 景氣落底時間 難以預估 就連國外海運諮詢機構也統計 全球貨櫃輪三月的閒置運能 約一百三十七萬個二十尺標準櫃 是二零二零年八月以來最多 截至二十一號為止 在中國上海 寧波 舟山港港口外 過去二十天沒有移動過的船隻 已經增加到二十四艘 運輸量維持低迷 各大航商也持續面臨考驗 三一群村雲寬 李孟山 太陽報道